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他最出名的作品就是《五福星》 这部作品也是直接让他爆火 在香港电影界脱颖而出 2013年他出演的《僵尸》 也被称为是将试骗最后的荣耀 他在剧中饰演的东书形象让人印象深刻 他除了是著名的演员之外 更是一个优秀的导演和制片人 成为了香港电影界的全能性演员 这么多年他一直十分敬业 出演的每一部作品和每一个角色都十分深入人心 同时他作为一个演员也一直在不断地尝试新的角色 不管是反派还是客串 他都能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的身体上的一些病症也开始慢慢地浮现 两年前他宣布自己不再演戏 开始在家安享晚年 但谁也没想到意外会来得这么快 昨天网上就爆出了吴耀翰去世的消息 享年83岁 这个消息一发出 让很多网友都十分震惊 同时也都感到很惋惜 这样一位真正的老戏骨就这样嫁和戏去 他的家人也沉浸在 悲伤当中 据悉昨天的时候 医院就已经让他的家人去见最后一面 当时吴耀翰的身上 被连接了许多仪器 看上去十分痛苦 没过多久 医生就宣布他的心跳彻底停止了 在这两年中间 他为了治病受了不少折磨 先是心脑血管栓色 要做手术 后来更是有很严重的肾衰竭 每天都要洗肾 家人也在不断地积极为他治疗 拼尽所有力气 只想让他多坚持一段时间 但最终他还是没有坚持住 永远地离开了 他演了53年的电影和电视剧 为香港影视界带来了不少的经典作品 他也和很多知名演员和合作过 比如《成龙》 《红金宝》 林正英 虽然在一些影视作品中 它只是充当一个绿叶的作用 但只要说起它在剧中的名字 人们一定会有印象 事实证明 只要自身有实力 不管是不是主演 都一定会被观众注意到 吴耀翰和林正英合作的《幻灵先生》 刚一播出 就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并且直接把香港的僵尸片 推到了顶峰 很多人都是通过这部剧 认识吴耀翰的 虽然当时很多人 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一定知道他的脸 但这部经典作品中 如今已经有两位主演都去世了 也成为了永远无法超越的经典 吴耀翰上的年纪后 他虽然被疾病缠身 但还是坚持演习 今年二月刚刚上映了的《风在启石》中 就有他的身影 但谁也没有想到 这部电影上映两个月后 他就因为疾病不幸去世了 吴耀翰的去世 让人感到无比的无奈和悲伤 但是悲伤之余 也给无数老年人提了个醒 那就是晚年该怎么做才能幸福 一 子女省心 吴耀翰晚年时 他的两个女儿也不让他省心 两年前 吴耀翰接受传媒访问时 透露自己已经停工两年 而且只剩下一层肾功能 要每天洗肾 日常活动受到很多限制 不过他表示一生不建议他患肾 当时他与太太和两名女儿 居住于南围村屋 2021年 他的大女儿因为涉毒被捕 警察在家中更是搜到了 13颗违禁的毒品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三天后 他的二女儿也因为吸毒 进了监狱 当时 吴耀翰就站在门前 看着自己的女儿被带走 这件事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之后很长时间 他神情违靡 郁郁寡欢 想不明白两个女儿亦是无忧 他又一直言传身教 让他们堂堂正正做人 为什么放的好日子不过 却要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而今深陷淋雨 人生彻底被毁掉 让他这个年老体衰的父亲 唯有痛苦和自责 本来应该安详晚年的时候 却遭遇了这样的事情 换作是谁 心里多少都会有些 承受不了 再加上他本身的疾病 让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同样让他不省心的 还有他的爱子吴嘉隆 先是做模特没有什么发展 便由吴耀翰牵线 进军娱乐圈 在吴耀翰的引进下 吴嘉隆出演了 《逆战》《湄公和行动》 《吴双》《吴耀翰》《爱子心切》 儿子每一部剧上映 他都会大力宣传 并拖着病弱的身子 参加首映里 望子成龙的心情可谓迫切 可惜 吴嘉隆并不像父亲年轻时 那么一门心思钻研演技 那么敬业和百折不挠 演了几个小角色之后 一见没什么水花 虽然吴耀翰耳提灭命 希望儿子懂得好演员 是熬出来的 没有谁的成功 是一蹴而就的 然而 吴嘉隆 却已经彻底放飞了自我 每天吃喝玩乐 过得好不快活 至于演戏 他觉得太苦太煎熬 早已经不放在心上了 吴耀翰虽说 无愧于演员这个职业 但是儿女没有一个如他所愿 走人间正道 我想他是带着无限遗憾 离开人世的 二 身体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吴耀翰就在电视行业发展 并逐渐成为香港知名演员之一 然而 由于工作和生活压力不断增加 吴耀翰的健康很快出了问题 他多次出现头晕 头痛等症状 甚至还有一次晕倒过马路 此外 吴耀翰还患有抑郁症 而且病情似乎没有好转的迹象 因此 尽管吴耀翰在事业上 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是高强度的工作 让他的身体慢慢地落下了病根 据悉 吴耀翰的晚年过得十分痛苦 他被多种疾病缠身 为了保命 他每天需要洗身四次 除了肾功能不好之外 吴耀翰因为血栓 做过很多次手术 并且听力也出现了问题 奈何他十分倔强 听不到声音 也不肯带助听气 令家人十分无奈 直到双耳全部失去听觉 吴耀翰才同意佩戴了助听气 在两年前的一次采访中 吴耀翰还表示 大家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 不然到老了之后 疾病都会慢慢地显现 三 存钱 但他在面对病情的时候 一直都保持着乐观的态度 他一直都在积极地配合治疗 完全没有伤唇被修 两年前 他也罕见地接受采访 当时他的精神状态 看上去还算不错 但完全看不出来 他正在接受很难以忍受的治疗 虽然每次治疗的费用很贵 但好在他并不缺钱 1975年 吴耀翰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 当起了制片和主演 此外 有着国外留学的经历 吴耀翰的理财头脑 也有高瞻援助 吴耀翰曾在 早年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当时拍电影 只要赚到钱 就会买房子 经常会买房子的吴耀翰 在退休的时候 名下已经拥有11套房产 到现在价值不可估算 毕竟还是在那么寸土寸金的地方 在吴耀翰拍摄《五复星》系列电影后 当时他的片酬已经达到了100万 有人统计 吴耀翰的资产 大概最高可以达到35亿港币 所以在晚年的时候 就完全没有金钱的负担 吴耀翰的离开 成为了香港影坛的一个损失 因为他的很多作品 已经成为了人们心中的经典 永远无法超越 喜剧校奖金牌配角 这些都是他身上的标签 但也证明了他的实力 他为香港影坛贡献了很多经典作品 近几年 很多老戏骨都相继离世 大多数都是因为上了年纪后 身上的疾病开始显现 虽然积极配合治疗 但最终还是无力回天 虽然吴耀翰去世了 但他的作品会一直流传下去 每一部经典作品 就是他辉煌的证明 也见证了他这一路的成长 虽然后来他和与病魔抗争了两年 但终究还是没有奇迹发生 或许这也是一种解脱 相信观众们一定不会忘记 这样一位优秀的演员 同时也希望吴耀翰一路走好 愿天堂没有病痛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